看不惯的事儿,就想着管道的,这就是我们的小范大人,来了。 庆余年第二季将会讲述哪些故事呢? 街上街,范贤通过调查二皇子的资金链顺藤摸瓜,竟然发现了一个让他大为吃惊的秘密。 那就是,自己出示北齐后,一夜间在京都兴起的顶级风月场鲍月楼,幕后的老板竟然是范思哲和三皇子李承平,而鲍月楼还牵涉到了人命官司。 稀里糊涂捞钱的范思哲和三皇子都被二皇子利用,成为了他随时拿捏范家父子的把柄。 好在范贤及时发现,迅速将范思哲送往了北齐壁货,并让他将鲍月楼的股份转卖到了门生石产利的名下,也就相当于范贤接手了鲍月楼。 随后,范贤对鲍月楼进行了全面升级,不仅保留了原有的特色服务,还开始重视女性员工的健康,并给予了他们身份上的改变和相当的自由。 经过一系列调整,鲍月楼赢得了小姐们的一致好感,规模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。 短短的数年间,就已经在庆国多地和北齐、东夷城等多国开设了众多分号,在整个商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。 而这大大小小的鲍月楼,也成为了范贤手中最为强大的情报工具,甚至后来连检察院都无法触及到的死角,鲍月楼都能迅速揭示真相。 而远在北齐的范思哲,经过海棠朵朵大半年的雕琢,心性上终于有了极大的提升。 他运筹帷幄,长袖善武,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经营天赋,与哥哥范贤摇乡合作,承担起了内裤在北齐的走私工作。 再看二皇子,他求锤得锤也收获了应有的反馈。 为了报复他对自己家人出手,范贤以雷霆之势将投靠二皇子的一派险要高官集体扳倒,直接将老二的势力与下层脱节开来,震惊了整个朝野。 然后他又在阎兵云的配合下,迅速将与北齐走私的曹氏一族经营脉络连根拔起,让内裤无法再对二皇子书写。 失事后的老二,被庆帝以晋族的名义保护了起来,只得暂时与范贤讲和。 而这一切发生的同时,那位自称是庆帝身边忠诚老黑狗的陈院长,却在默默做着一些十分怪异的事情。 他竟然派出了自己身边最强大的刺客影子,趁着南庆高层在玄空庙赏局的集会上刺杀了庆帝,因为庆帝身边过于严密的防范手段和范贤的搅局,影子并没有接触到庆帝的身体,反倒是将穷追不舍的范贤重伤,以致他真气暴体差点残废。 庆帝这位隐藏的大宗师,看着自己这位天赋卓绝的私生子和当年自己如出一辙的遭遇时,思索再三,竟仍未出手相助。 但他也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忠心与人笑,不仅为他挡住了御史门对于监察院的弹劾,还让年幼的三皇子李承平拜范贤为事。 然而,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陈萍萍从头至尾都未向范贤做任何的解释。 他只是在默默地保护着范贤,这位故人留下的唯一血脉。 陈萍萍并非是想谋杀庆帝,因为他很确定影子的战力虽然很强,却也并不能杀死重重防卫下的一国皇帝。 他之所以要这么安排,是因为在调查了近二十年后,他几乎已经确定庆帝就是杀害叶青梅的幕后真凶。 但他尚不清楚庆帝的真实战力,只是隐隐觉得也许庆帝就是那位隐藏在宫中的大宗师。 可是一切都被范贤搅黄了,陈萍萍很失望,也很庆幸。 他知道,自己策划的这场刺杀终究瞒不过庆帝太久,而范贤的表现让其与之彻底撇清了关系,洗脱了嫌疑,还获得了庆帝的信任。 复仇之路总是漫长而估计的。此时的陈萍萍尚不知道,这世上除他之外,其实还有一人也在默默地做着同样的验证。 那就是武竹。武竹跟随范贤回到京都后,突然记起了一些事情,也生出了一些疑问,这些疑问都导向了一个问题。 那就是,十几年前太平别院的那场血案中,为什么神妙使者会突然到访? 如果不是自己因为胜负心被调虎离山,也许小姐就不会死于非命,而自己也不会因此失忆。 所以他要验证,自己熟悉的这些人里,如果有谁与神妙保持着联系,那么这个人也许就是幕后主使。 与此同时,作为幕后黑手的庆帝,也一直在想尽办法除掉武竹这个大威胁。 当庆帝通过陈萍萍试探武竹的下落时,心思缜密的陈院长捕捉到了这个机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